其实是人格层面吧 他的性格是有名称的 我认为他是一种偏执型的人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发现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不足以打动我 还不够打动你 你觉得他们哪一点 不够打动你 他们还说我 或者你觉得他们说的哪个还不到位 譬如毕先生 他刚才说了很多 关于你现状的一些问题 他说的我一点都不赞同 那你觉得你刚才孕妇演得好 也不是 我承认我自己演得不够到位 但是我也可以慢慢学 对不对 你这个慢慢学不是一句空话 你怎么学 像我这个条件 我只能跟他电脑慢慢学 是吧 跟着电脑学拍戏啊 对呀也可以呀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跟着电脑学拍戏的 姑娘 你我们恐怕是没能力劝回来了 劝不回来 可是有一点 你可以追求你的梦也好 梦想也好 你自己随便谴词造句 你去界定它 我们 这不是我们世界里面 可以理解的东西了 我们该说也都说了 但是有一点 除了你追求梦想以外 你今天二十三了 你这条命不是 十六份你蹦出来的 你老爹老妈已经这个岁数了 我说你不能够说经常回去看看你的母亲 是违法行为 作为一个成年人 一个年轻人 我们是不是应当让老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我们是不是能够让他们少操一点心 这一点姑娘能答应我们吗 可以啊 接下来我想问问妈妈 您希望女儿回家之后具体能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每个月有多少收入 一余我活着挣的 一两千块钱就可以了 这是你希望 女儿能够生活的一个状态 刚才毕老师说了一个问题 赡养父母 常回家看看 嗯 是你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知道啊 这个我同意啊 我赞同他说的 你说说你接下来具体的打算 我也可以做到呀 嗯 你每个月能赡养你父母多少钱 生活费能给他们多少 你怎么保证 现在不怕保证也没 行 我自己又自身难保的 妈妈 还怎么说呢 这个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答应我 你说我可以啊 我做得到啊 我答应就是我会尽力而已 这不是尽力的问题 我只是把他们说的话 听在就是一定记在心上了 但是我会努力 就是按他们说的做 知道吧